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商务部的部长雷蒙多 他宣布说美国的晶片法案的一些新的规定已经出来了 马上就要开始实施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收集到的资料 跟大家稍微的来讲一下 因为这个晶片和科学法案 这个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 后来一直在引起一些争议一些讨论 那么一直在观看说是最新的这个实施的细则 以及要领取这个53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的资助 它有符合哪些条件 以及可有没有一些设置一些这个你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则 现在看来是有的 所以我们就从各个方面跟大家稍微的来仔细的讲一讲这个法案实施的一些规定 顺便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前两天去了陪审团了 我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讲给大家 没有讲 你没有讲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个人隐私嘛 这个我觉得这都无所谓了 但是呢我觉得去陪审团这个经历是非常有趣的 那我就预先告诉大家 高宁也是5月份也得去 咱这个隐私先告诉大家 因为这就是公民的义务嘛 被选上了就得前往 但是呢每一次去陪审团 我个人都觉得是特别的有意思 就总是有一些情况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但是呢我这样吧 我们等到5月份好吧 等你把陪审团这件事做完以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聊一聊 讲一次 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当然我去了两天呢 现在已经被刷回来了 同时我要特别感谢于昊这两天的代班 因为于昊呢是第一他住的比较远 第二他的日程非常的忙碌 但是呢他几乎是常常叫做随叫随到 这个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正常的进行 是非常有帮助的 把这个跟大家汇报完了以后呢 咱们就看看这个芯片这回事 其实呢任何的一个政府的一些决定 它背后啊都有它的一些思考 这个思考就是用两个字概括 在英文就是一个字 那就是中国 这不就这么简单吗 对不对 这就是叫你冲谁来的 我冲着你去的 这就是冲着中国去的 这就是认为这个芯片 或者有人叫晶片 它呢从我们普通的一个手机啊 从我们开的汽车啊到导弹啊 那都是无所不在的 那么这个呢 在美国认为中国构成了 对它的国家的安全有威胁 那么接下来它这个什么 这个法那个法是干嘛呢 简单的说是这样的 第一叫做拿回美国 到这来 在我这生产 我不管你台积电还是三星 还是什么 到我这来生产来 我给你地方 当然这个里面成本巨大 我给你钱 这个给钱特别有意思 因为这不是在补助 补贴一个挣扎的工业啊 这是一个赚巨款的工业啊 一个赚大钱的工业 政府还要补贴 这个背后呢 还是有一些争论 等会我们再分析分析这方面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第一 为了抗衡中国 为了让中国研发晶片的这个速度放缓 我把火力集中到我这来 我加大剂量 我去研发 这是第一 第二 你不可以投资给中国 这说的非常具体 十年 对 不能投资 在这方面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双重限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在这个背后呢 其实在美国建厂也好 还是说这个补贴 这个补贴 或者是我给你的这一笔钱呢 不是白给的 我背后还有一大堆条件呢 你不答应这些条件 我也不给你等等 这些啊 与实际的发生都有哪些冲突 有一些是写在纸上啊 看不见的 有一些东西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在法律上能解释的这么清楚的 我们把它一起来看一看 对 基本上美国的这个做法呢 等于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呢 是限制中国的这个高级晶片的发展 这个以前的咱们都说过了 各种各样的限制 越来越多 比如说不能把先进的晶片出口给中国啊 等等啊 然后还联合这个荷兰的阿斯莫尔以及什么 韩国 台湾 日本 一起联合起来呢 不许出口 这个制造晶片 先进晶片的这些机器啊等等啊 就是光刻机啊之类的 所以这是一方面就是限制中国的发展 另一方面呢 要加强自己的发展 要把生产基地拿回美国来啊 晶片我们都知道是现代社会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刚才说了不管是汽车也好 是武器也好 是家用电器也好 包括我们手机啊什么电脑啊 全部需要 这个晶片是没办法 必须需要的 那么晶片呢 分若干啊 它从设计到生产到封装到测试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环节 那么在这个前些年的时候 有国际分工的时候啊 有这个全球化的时候呢 它是分开来的 美国掌握的是最上游的东西 这个在芯片的设计方面 在芯片的这个当然也有一些制造 在主要在设计方面呢 集中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在美国 那么在生产方面呢 基本上都在国外 尤其是亚洲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台湾 台积电和三星电子 这两个是高阶晶片的 这个生产生产 甚不得是80% 90% 都在这两个地方生产 那么其他的测试啊封装啊 好像中国啊欧洲啊 日本啊其他地方也都有一些 当然包括美国也有一些 所以美国实际上把这个 生产和测试封装呢 等于是 也不叫外包 等于他把这个生产线啊 等于是放出去了 他控制的是最上游的一个东西 就是设计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 现在的中美关系紧张 再加上现在突然发现说 美国在先进制程晶片方面 几乎是一个空白 美国所生产的晶片 现在也是从原来占全球 百分之三十几的份额 一下跌到了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二 我看不同的数据呢 有不同的说法啊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吧 这样一来的话 在前段时间那个 疫情期间那个供应链 一下短缺的时候 一下子打断的时候啊 突然美国发现说坏了 美国的汽车制造厂 因此而停工 造成这个物价的上涨 造成通货膨胀什么的 所有的东西都来了 然后也突然发现 美国的高阶的晶片 这些高阶晶片 有很多是用于 比如说是军事国防的方面的 所以突然发现 百分之九十是依靠台湾 或者是南韩生产的 这如果发生这个地缘政治 或者是战争冲突的话 这还得了啊 美国一下着急了 从国家安全的考虑呢 他们就开始通过了 这么一个芯片法案 就是要争取把所有的 一条龙的这个 恨不得是生产线 全部给它产业链 全部给它鼓励 搬回到美国来 这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初衷 但是刚才说过了 芯片生产 这是一个这个叫做 有盈利的 有利可图的这么一个企业 那你如果有利可图的 或者说是一个盈利的企业 你凭什么要政府来补贴啊 哎 他有个道理 说这是涉及到叫做国家安全 这样一来的话 你就没话可说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的劳工贵啊 是不是很简单 要带回到我这来 因为我这贵啊 所以我的不给你而补贴 这些工厂不来设厂啊 他这个500亿就是390亿 是用在设厂 110亿用来研发 是这么一个分配 对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些是叫做退税 就是说你有了盈利以后 可以退税 这个退税呢 他说是最高额度 不超过你建厂成本 建筑成本的25% 最多就是退这么多钱 也就是说你盖厂如果花了1亿 那么有2500万 你可以退税 通过退税呢 把这个钱拿回来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那好了 你要想拿美国政府的钱 不是那么容易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它具体的要求 其中一个要求就明确说了 说如果你要是拿钱 拿美国政府的这个芯片补贴 你是不管你是芯片制造商 还是设计商 还是研发的 你拿到这个钱 你如果这个金额超过1亿5000万的话 你签协议的时候 必须要答应 在未来的十年里边 不可以在中国和其他的 美国叫做 就是和美国不是那么友好的国家 或者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这些国家里边 你不可以在这些国家投资 或者是扩大 你在那儿已有的生产设施 欢迎继续收听 由中勋和高宁为您主持的 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 美国的商务部 昨天公布出来的芯片法案的 一些具体的规则 实施的这个规则 以及现在已经开始接受申请了 就是各大芯片制造商 至这个研发呀 这些公司 他们都可以来进行 等于是申请了 申请 这个美国政府的资助 那刚才说过有一些规定 如果要是申请得到的资金 超过一亿五千万的话 你必须要承诺十年之内 不许在中国投资 或者是扩大生产 因为像三星电子和台积电 都在中国设有厂商 设有这个制造的这个基地 或者是制造厂 那未来十年 你就不能在那儿继续投资 或者是扩大你的这个生产了 所以这是一方面 当然这个他们也需要衡量一下 如果这样的话 等于是 恨不得等于是放弃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市场 所以到底是怎么来决定 这是这些公司所要做的 另外它还有一些规定 比如说投资 它不是说啊 你盖一个芯片制造厂或者研发基地 我百分之百的就钱都给你了 不是的 它是投资的这个钱 是只占你的建筑 或者是建设新的生产设施的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之间 大概不会上限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五 所以其他的最少百分之八十五 还是要公司自己来投钱的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它规定了 你这个拿了我政府的钱 你不能说是回购你的股票去了 然后那回购了股票以后 当然就对股东 对这些持有股票的这些高管什么的 那等于是钱跑到他们口袋里了 这个不行 这个你必须要放在扩大生产 或者是投资在生产研发的这方面 当然有一些传统的企业 不是高精尖的这些企业 但是它是配套的 你比如说封装测试建筑 这些公司和芯片生产有关的 也可以得到一部分的资金 不要忘了这一届总统 这一届的政府是民主党 所以在这个芯片法案当中 他们塞了一些条件 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一亿五千万 你不是拿我楼钱吗 不是盖工厂吗 这还不是完成的 我要求你带孩子 这个是没有商量的 什么叫带孩子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公司里工作 有些人带着孩子 孩子很小 对不对 他就得放在家里安排接送 或者是育儿等等 这些 现在你不是拿了我的钱吗 你不是在美国制造芯片吗 你的员工有那三岁五岁两三岁 这种孩子没上学的孩子 带着他上班来 太爽了 我们是想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 或者爸爸带着一个孩子 他在三楼工作 他把孩子往一楼一个育儿室一放走了 对不对 这边的该玩的游戏呀玩具呀什么上课呀 全给你搞定了 这太棒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条件 还有就是 有民主党的理念藏在里面 你呀 你得给我把工会的关系搞好 你想打压工会 不行 工会的关系 你得给我搞好 和当地的学校的 校区的关系 你得给我搞好 员工的培训 你得给我搞好 所以所有拿这些钱的 这个先决条件都在这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个人的问题 因为现在说的呀 都是政府的规定 非常简单 台积电 你给我过来 台积电现在在亚利桑那州 在Phoenix这个附近 凤凰城在那盖厂呢 还有就是三星 对不对 三星是在德州呢 对不对 Micron大家都听说过 那是在纽约呢 还有美国的著名的Intel 是在俄海俄呢 都稀了花了都在那盖呢 但是呢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规定下面呢 它有时候没办法写人的问题 台积电 一帮住在台湾的高科技的人 搬到美国来 你可能会想 哎呀多少人想到美国 但人家这人就不想来 怎么办呢 对 对不对 你想没想过 就是说你这个工厂签到这来 我跟你有这种劳工的协议 我要搬过来 这个有的时候是举家的大型的搬迁 当然一个这么高精尖的产业 从地球的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本身已经是巨大的投资和巨大的挑战 但是现在人 还有你想过吗 一个来自于台湾的 我们就只说台积电 还不说三星那些韩国人了 在这儿跟美国的同事关系怎么相处 这个法律没法写啊 对不对 一个经理 你下面管的是有着东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一帮人 和西方价值观念的人在一起 在此我再一次推荐 美国的就是纪录片叫做American Factory 这个是个经典的例子 一个中国的公司工厂跑到美国来建厂 下面有华人的员工 有美国的员工 那个这各种不可思议的 有的时候是荒唐的 有的时候可笑的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尖锐的矛盾 那这些就得慢慢的面对了 对 台湾台积电来到这个凤凰城要投资 要建厂 现在已经盖了 盖了差不多一半了 大概明年就要投入生产了 就是纽约时报呢 就真的还采访了一些当地的 这个来自于台湾的这些工程师 因为你光盖一个厂是不行的 芯片啊 这个东西啊 它是里边盖好厂以后 有了先进的机器设备之后 它是需要一些熟练的人的 要有技能的这些工程师 来进行这个管理和操作的 那么当然我是不懂啊 这个芯片方面 我知道各种各样的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 其中有一个要求就是 它要轮班倒的 它要上什么早班啊晚班啊 然后呢有的时候连周末都不能休息 台积电的这些来的员工啊 包括工程师什么的 他们在台湾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这个工作过来的 所以他们就是上面给他安排什么班 他就上什么班 然后周末要加班没问题 可是来到亚里桑那州之后 突然发现美国员工可不是这样子啊 美国员工你让我上晚班 对不起我家里都有事的话 我就不能上这个晚班 我马上就提出这个反对的意见 或者是什么周末你要我加班 那不行我不加班 加班就得加班费啊 对不对 有加班费他也不加 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个台积电的就是这个管理层 突然发现说 他碰到一个文化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的员工比较难管理 不听话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问题 有好多台湾的工程师 一听说要跟美国的同事一起工作 他有点怵啊 他有点打退堂狗 他说对 他们也知道 美国的这些工程师或者是同行 我们干这个同样工作的人 如果你不来 你不来该加班的时候 你不加班 那这活落到谁头上 还不落到我头上来了吗 所以这个之间呢 肯定将来会有矛盾的 同时呢我们也想到啊 这个里面根本没有办法写在纸上的一些细则 包括跟说很小的一件事 但是到后来都可能变成大事 我这带了个午餐在微博里热一下 这是个事吗 有味道 人家老美觉得有味道等等 这都是问题 所以呢 现在就是把这个工厂在美国建造 这个已经没有法改变了 已经开始了嘛 对不对 有的已经差不多会干嘛 但是接下来呢 可能就是面对这些随之而来的问题 那同时美国呢 他们也非常警惕的观看着 或者是观望着另外两个地方 一个叫日本 日本也在修 来了来到我这来 我这也修建厂房 当然呢 美国对日本相对的来说 还比较放心一点 就像是美国多少年来 对台积电比较放心一样 他认为至少对他国家安全 没有什么威胁 还有另外的一个大的地方 他们正在讨论一个政策 就是要吸引台积电过去 这叫欧洲 所以这个呢 对美国倒是也不是太紧张 毕竟他们认为自己是在 叫做所谓一边的嘛 在我这一边的 但是拜登和他下面的 目前的这一任政府 他的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把这个拿回美国来 所以才拿出了500多亿来 做这件事情 那么接下来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呢 都会在这个大的平台下面 展开 那我们也就观察 他进一步的发展 这里可以只会希望 这个表会是实际上的 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 为大家先从录随了 未来的冠组的